And I drove 3 hours to feel the rain Cause I'm tired of the sun 大家好 我是张夫妇的大洋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车速的一些小物 那如果说车速的话 大家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样最重要的就是 车子里面可以快速的取得一个工作 吃饭就是作息的一个桌面 但是因为我们改成双人模式之后呢 那个椅背那边就没有办法再打开了 所以呢我就为了那个吃饭跟办公的桌子 我又想了新的办法来看看我的桌子 看这一片小小的东西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呢它是可以靠在方向盘上面的 小桌 然后这一面的话它有点像是可以吃饭的 因为你这边的话有一个可以放饮料的 我没有饮料放个这个吧 它是可以 它是一个吃饭的桌子 这边可以放个饮料 这边放个饭什么的 都还蛮稳的 你看 然后呢 通常 这一面我会拿来放 就是拿来办公 因为这一面的话它就可以放这边可以放一支笔 然后呢 这个面呢 它其实也可以放电脑 你看 我把电脑放上来 它是够稳的 就是你手腕放在上面都没有关系 这个桌子用起来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在这边 像我现在要来上传一下我们上一周的影片 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可以让你在这个车上也有一个办公的空间这样子 但它唯一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 看你的方向盘的高度跟你这个车子的高度 因为我觉得它对我现在来说 它有一点点高就久了之后肩膀可能会蛮酸的 嗯 好在是汽车座椅嘛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嗯 然后 这个不算是好用小物推荐 这个算是必备 这是上次我去车速的时候 有小伙伴提醒我的 要带一罐车用的灭火器 所以我现在车上就是抢备一罐灭火器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样小东西吧 然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这个就是我们在绑一些货物在用的 弹力绳 对 然后我是买了两条 那绳子的长度我不太记得耶 这条比较短一点 然后这条比较长一点 但是其实你就是 看 看一下你的车子的长度去选 就好了 像我的话是把它这样子 勾在这个地方 然后跟勾在车子上的这种 就是这种挂钩上面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样 绕过这个 然后绕过那个 反正就是把它缠出一圈 到驾驶座那边 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缠一个墨字型的 这边一条绿的嘛 这边一条绿的 然后这边一条红色的 红色的这条比较长一点 红色这条一直到 副驾驶座那边 对 那这条绳子呢 它可以有很多的功用 第一个 我们的那个枕头套 我们的那个窗帘 就是可以挂在上面嘛 然后后面这边 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拿来 晒你要亮的衣服啊 然后或者是 我通常都是拿来晒衣服 晒衣服晒浴巾 晒毛巾这样子 对或者是挂灯啦 挂灯也是蛮方便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 你灯哪里 随处都可以挂 所以这个 韩力神 蛮推荐的 我知道有人应该会有那种 更不粗糙的方式啊 但是我们就比较随性一点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这也用蛮久的了 对 然后这个要更换也很方便 然后我没有再多 什么固定的方式 我就是靠车子旁边把手 Severing把手上面的 这一个挂钩去挂 然后这边是扣在 后面安全带的这个上面 对因为我们后排座椅 也拆掉了吧 所以这个安全带 就是可以扣着的 大概是这样 下一个跟它搭配的 好物是这个 这个的话 看不出来是什么 对不对 我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 这样就看得出来是什么了吧 这是一个衣架 衣架的话 就可以给它挂这样 它其实是可以旋转的 所以你要哪一面都可以 你就是选到你喜欢的位置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你有看到它有一个小玄机吗 它除了可以掉衣服之外啊 你把它这个 转过来 它这里是个夹子 有看到吗 这里是个夹子 你可以夹袜子什么的 这样应该就看得出来了 就是 掉了一个抹布之后 它就是长这样 然后它其实呢 是有四个小夹子的 你看 这边 一二 然后这边三四 四个夹子 所以你可以掉两双袜子啊 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准备了两个啦 我就是用了两个 所以 这个很好用 你这收拾台就这样而已 你就到处随便扔 它就不会像一般的衣架那么大 它是旅行用的衣架 然后有夹子的 我觉得有夹子很重要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子掉不了的 你可以用夹子来处理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浴巾 这个浴巾应该 也出现蛮多次的在我的车速里面 它是迪卡农的这种快干 然后吸水的浴巾 然后 它因为是快干嘛 所以 通常我们车速都是会移动地点 就你不会在一个地方晒太阳晒太久 所以呢 这个其实 它就是 你整个把它打开来 挂在这个上面 有没有 你这样子让它挂个一天 它还可以拿来遮个光什么的 你这样挂一天之后 它其实就差不多 差不多会干了 你就隔天早上把它收起来 你就可以再利用了 它就算是你整条哦 都拿去洗了 然后把它想办法挤干之后 它也是马上就干 所以这个很推荐啦 然后我不知道它这个颜色还有没有 那通常都是单素色的 不是觉得这个画很好看 我就买了这个 因为通常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当个海滩围巾什么的 就是多用途啦 你如果说真的把它拿来当浴寒的围巾 我想大家也不会看出来 它是个浴巾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买花一点的 但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啦 你觉得速射的也OK的话 就是功能取向也OK的话 那你就买速射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想要推荐这个东西 这个S-GO 这个S-GO的话 它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当然就是一样挂在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挂个什么 就是可以勾起来的东西 像这样子 这是它最基础的功能嘛 对不对 搭配这个绳子用 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因为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它的斜度 所以呢 这个它只要在有斜一点的地方 它这个都会缩进去 我们就会用一个S-GO把它卡在这里 然后它就不会进去啦 它就是可以用了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这个抽屉 这个也是 这个抽屉 出来了之后也是S-GO就可以卡住的 对 你看它会自己回去 有看到吗 它会自己回去 对 所以这个S-GO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 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怎么有小抽 介绍一下这个盆子 这个盆子的话就是 它拉起来 它是折叠式的 它拉起来的话就是一个 这叫什么 水盆 就是它可以装水洗菜 洗洗手洗脸洗澡的一个水盆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洗手台啦 就是你如果要漏水的话 它其实这样子打开的话 它的水是会从这个地方漏下去的 对 然后把它关起来的话 它这样子是可以除水的 然后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压扁之后 它可以拿来当一个简易的砧板 来切切东西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啦 它一开始是说它可以当砧板 但是我还没有拿它切过东西 因为我有点舍不得 因为它是塑胶的 就是应急的时候可以用 当砧板 当洗手台 两用的 然后一样它旁边有挂钩 所以我们的XGO 又派上用场了 XGO 直接 不要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吊起来收纳 你看这个绳子真的很好用吗 我已经吊了多少东西在这里 对 它也可以这样吊起来收纳 然后我们的XGO 也是 我的东西都是多用途的在带它上路啦 毕竟 每一个重量都是重量 然后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这种强力磁铁 然后买强力磁铁的时候 它很多时候都会附这个盒子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留下来 因为通常如果你强力磁铁直接吸上去的话 会有一点刮 刮你的车 所以带着盒子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强力磁铁 我是拿来吸纱窗 大家有看过吗 就是我吸纱窗也是用这个 它还有一种附挂钩的款式 那个也很好用 对 啊我找到了 这个勾勾 这个勾勾的话就是 它可以 它是强力磁铁之外 它还有一个挂钩 所以呢你就可以 把东西放在这里 挂在这里 钩在这里 这就是一举两得 但是缺点就是 你要想办法 就是小心啊 它会刮伤车子 但我们的车子因为已经年久失说 也不怕啦 也不怕了 对 所以就是 这个 这个也蛮推荐的 小挂钩 然后它有一种是固定头对不对 然后这种是万象头的 看你的看你自己的需求 我是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因为你可以随意的转动它的角度 对 就是你要在这一侧或那一侧都可以 这个蛮好的 然后我的挂钩啊 还有一个更酷的东西 就是这也是一个挂钩 它是一个可以凹造型的挂钩 这个 它最基础的就是它可以当一个S钩 就挂在一条挂的地方 当一个S钩 哎呀脏掉了 难受 就是它的S钩的话 你是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 它是一个超万能S钩 然后它也可以 它不只是S 它也可以把它绑到东西的上面 来举例 它甚至可以把东西固定在一根袋子上面 你看 绑得很牢 所以它就是 算是万能 更万能型的钩 然后它还有一个 我觉得最赞的功能 等一下 它甚至可以当手机支架 直试的也可以哦 甚至它可以绕过这个车子的颈部 然后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上面 然后因为像我们车速的话 你可以把它挂在这个后面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看电视 是不是很方便 就是你把它凹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 它都可以生忍 虽然就是 长得有点像蝉蚝蚝蚝就是啊 嗯 Good 这个我很推耶 大家去买一个吧 我是看 有些人会拿它来绑小风扇 好像也不错 就是你的风扇 也可以放到各个地方去 我来试试看 真是不错 我原本风扇只能掉在那个上面 但它现在感觉去哪里就可以了 加上这个的话 真不错哦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介绍这个 毛巾衣 上次去温泉车宿的时候就有穿过了 它就是一件毛巾材质的看一下 毛巾材质的 整件都是毛巾材质的一件衣服 然后它就是宽宽大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全身湿的泳装 你可以直接就进去 或者是你想要换衣服 你想在路边换衣服的话 它这件也是宽宽的 可以直接换 对这个也是我推荐的 实践必带的小物里面的其中一件 然后它的这个厚度啊 如果说遇到寒流什么的 冷天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拿起来保暖一下 这个也是很温暖的 然后我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 这样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很神奇哦 它是一个水桶 我去装水给大家看看 它也是一个折叠的水桶 你看 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你的水源会比较远一点的话 或者是你的废水要暂时储藏的话 就是它这个水桶也是蛮方便的 像我们如果说洗完东西之后 你这个要 这个的容量其实不太够 这个如果你要装很多水的话 是不太够的 它就是只能吸洗菜什么的 你需要比较大量一点的水的话 建议就是可以用这个 大型的水桶来装水 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这是软的啊 它没有办法 攜带就是你用完之后 这个水就是要想办法倒掉 然后它就是一个防水的带 还有一个提袋 这样 那 我拿去倒了 然后啊 这个东西就是 使用完了之后呢 它就这样子 把它 旋起来 然后收拿进去 它最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带子 折叠水桶 这个的话录影还蛮适合带的 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有水源地的地方 你还蛮适合带这种的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野营的话 建议还是带 固体的水桶 因为野营的话不能随便乱倒 你没有那种下水道的设施 你没有办法随便乱倒水嘛 所以 最好野营的话还是那种固体的水桶 你可以让它在车场不会晃 那如果说你是去的是露营地 或者是你的水源是 你可以提水 然后你可以把水拿去倒的话 这个就够了 这个超级方便的 小小的一个你要搜哪里都可以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10个 露营或车速可以用的小物 10个分享 那如果说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这里可以订阅我们 这里也是太影天 还有按赞喔